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就不會引你盾了 都是鬼數字吧 那我今天主要不是講迫力的 我今天主要講砌的 主席就叫我找些東西講一下 其實我之前有和一些部分的會員 有交流過的 那其實我主要今天講 就是講怎樣砌一些古人展怪的東西 首先講一講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件零件 這件NECO零件 可能大家未必平時看得上 它的學名叫做BRACKET B-R-A-C-K-E-T 你找BRACKET 你就會找到這件 都是其中一款 其實BRACKET有很多款 這款已經discontinue了 這款因為原角是新款 舊款是直角 以前都頗大手 後來現在生產的BRACKET 即是原角 後面那件是Double 即是兩層的 然後還有一本是二乘 我叫二乘二加二乘四 不知道是甚麼名字 很奇怪 那些是反方向的 這些都是BRACKET 後面還有兩款是小一點的 一乘二 一乘二 其實BRACKET 一般用法 以Standard Set來說 一般都是轉方向 即是如果你砌一些官方的Set 它也是幫你轉去另一個方向 讓你可以橫砌一些零件 這是最基本的用法 當然我不會說這些 但我們先去更高階的情況下 我們先再提醒大家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 rule 就是五層的BRACKET 厚度等於 將BRACKET 兩格的厚度 這個是很通用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組裝東西 運用得好的話 這個技巧是可以幫到你很多 那繼續吧 那看回剛才的BRACKET 如果我們Stack BRACKET 好像Stack到這樣 其實橫砌的BRACKET 可以完全是Continue的 Stack上是沒有縫的 基本上 你可以很方便去組裝到不同的形狀 另外這個BRACKET 就很奇怪 它一方便是一個 一乘二的PLAGE厚度 但橫砌的時候 它是正常的 一顆三甲PLAGE厚度 它是有這個特性的 那這個如果你摸熟了之後 你又可以得生應手 或者是做不同的形狀 或者是雕花 那你也是Exactly 有些一樣 因為平時一個 二乘四BRACKET 有什麼都好 其實它是等於三甲PLAGE厚度 所以呢 當你把這顆BRACKET 的時候 它的厚度也會一樣 它的底部份 好了 說完呢 另外有些是簡單的應用 其實呢 平時如果你找一粒 這些最基本的 就是 打橫這些細的 其實它的厚度呢 就是等於 它自己本身有個PLAGE 再加上下面有四個PLAGE OK 那這個Introduction 差不多都說完了 那這個另外一個是反方向 那其實厚度 它都是一個正方體的厚度 來的 它都是這樣 好了 跟著呢 一開始 我們去後面那些之後呢 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後面那一款 就是 如果兩個BRACKET 它是一個是 反方向 一個正方向的 BRACKET 最黏在一起 就是可以砌到的 完全砌到的 就是上面那一層是沒有問題的 它們是 那個SPACING 剛剛沒有一塊PLAGE的厚度 好了 那我們來開始講解一下 開始怎樣用這些東西 那很多用法的 那第一樣用法 就是轉方向 轉方向 一般來說 如果你在BRAGE 兩邊砌這個BRACKET 的話 就砌三個方向 但是砌三個方向 很多時候不夠用的 那不夠用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呢 那你後面那一板呢 就會講 譬如這個 就這樣砌轉方向 跟著呢 再轉下一板 再轉下一板 對 轉下一板呢 你叫它後面底那裏 就是 叫我們叫它的底來的 那有時候不漂亮的 砌東西 你想到四面畫面 就最好 我們平時砌的東西 如果不是後面底裏 就有些 洞洞在後面 我們怎樣做四面畫面呢 其實這個BRACKET 就很好用了 剛剛好呢 兩邊它自己夾起來 就會變回正面給你的 夾住二乘四 前面又是正面 後面又是正面 那我都有些DEMO 在那裏 有時間你可以出來看的 那就可以把 本來有正有反的地方 就可以做到四面都是正面的 那四面都是正面的 那四面都是正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特別的形狀 那這個是它的TOP VIEW 就是四面都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這些 一顆四面都畫面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用這些方法去砌 中間你還可以做其他東西的 譬如我通常是做機閒的 那做機閒呢 中間有一些Joyce的位置 就可以攝在中間 但是四面都可以做到畫面的 那這個也是簡單的用法 這不是複雜的 那這個呢 就是開始 開始就有些少少 特別的使用方法 那現在開始講 先講回剛才的版 這版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BRACKET 它的厚度 它這一邊 薄這一邊的厚度 是等於平時PRACKET 是再一半的 再一半 剛剛好一半的 所以它等於就是說 譬如現在這個CASE 變成半格 再加一塊PRACKET 再加另一塊PRACKET 就是兩格半的PRACKET 所以它剛剛好頂的那塊 就是平時一格PRACKET的闊度 所以有時候轉方向 我們都會考慮到 就是用BRACKET 可以再轉一個方向之後 再轉上去上面 我們都會用這些方法 剛剛去FIT 這個就是特別的 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發現過 不過我是有個機緣巧合 下發現的 其實呢 兩格PRACKET 如果是用兩個BRACKET 組成兩邊之後 平時的教件是剛剛好FIT 剛剛好FIT 那個教件 其實平時就 就是你這樣組成就不適合位 就是剛剛那個曲尺的位 但如果加了兩塊PRACKET的薄片之後 它是剛剛好FIT 是非常之實正的 這個也有DEMO 應該可以出來看 好了 那就開始組成古人之貴了 這些PRACKET 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組成的 就是 你這樣看 就看不明白它怎麼組成的 不要緊 我也有一個實物在這裡 可以轉一下 下面的比較容易 這個是用四個正向的PRACKET 去互相互扣的形狀 還有其他很多款 可以轉一下 這個也是 開始越來越複雜 其實PRACKET 真的只用PRACKET 再加上PRAGE 已經做到很多很靈活的形狀 出來了 DEPENDS你的用法 有時候用刁花 做一些特別的花紋 這些全部是可以用到的 繼續去不斷地將它發大 這個就是絕子絕孫的砌法 就是那四顆東西 砌完之後拆出來 都是相當難的 因為它們剛剛好 就FIT到是尺碟陷 但是很有趣的 這個形狀 我有時候我是砌花的 砌花 四邊都有SUTE 可以砌東西 然後中間那個洞 剛剛好插上條巴 一乘四的那些 那些優的棍 NECO那些棍仔 剛剛塞進去中間 都可以砌的 但是砌完之後 就不要打算砌出去 很麻煩 這個是TOPFIL 四顆 就是四顆 就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是自己互扣的 就是 你如果有興趣回家試一下 也挺難透在一起 BRACKCAD還有其他用法 我自己就 有時候我是刁花 譬如牆身 做一些中國式的 平頭樓角 那些 轉彎的直角位 有時候我都會用BRACKCAD來做 我會做一些不同的貨物 另外 就開始 這個真的是氣肉 就開始來了 有時候BRACKCAD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 當然可以平排這樣砌 可以砌到一個平面的 用BRACKCAD 前面可以砌到一個平面 但是平面呢 其實呢 一邊砌下去 你會發現 下一個板 砌到一個平面 下一個板 你會發現 背面就不漂亮 但其實是有用的 為什麼呢 他就留了一些空間給你 讓你可以把BRACKCAD做個彎 做個彎 有一點點彈性 因為它很薄 它很薄 它在二分一格 平時的BRACKCAD 它有少少空間 可以做一些少少的扭曲 這個扭曲 讓我們可以做到很多特別的事情 可以看一看 我們中間 還加上一條BRACKCAD 其實什麼都可以 總之做一塊BRACKCAD 在中間 有什麼用呢 可以STEP 可以STEP 在一起 老實說 它不是很實淨的 不過那個形狀 就可以慢慢做到一個CURVE 然後做完那個CURVE 之後會怎樣用呢 就可以看 在上面再組 在上面再組 可以組到TILLE 將它們鎖住在一起 鎖住在一起之後 我之前做了一個作品 就是那個太皇宮 中間那個ARC 就是用這個方法做的 有一個ZOOM IN的View 第一個 這個其實就是用剛才的方法 CURVE了一個彎位 另外做另一邊 另外做另一邊 來做一個圓拱形的名字 好了 其實如果要穩陣一點 我就自己有一個方法 就是中間加了八條的PRACKCAD 去做一個支撐 做完支撐之後 基本上就是這個車輪這樣 就是這個上面 因為中間來說 那個支撐本身是很實淨的 基本上拆不掉 然後外面就把那個PRACKCAD 去包一個圓圈 然後再包一層的PRACKCAD 在外面 將它們全部扣在一起 可以看一下 其實 後面這個是ZOOM IN 這個 這個 其實我最初做的時候 是用來做車輪的 車輪中間 你喜歡怎樣叼花呢 其實中間的PRACKCAD 都可以組成的 所以全部東西都可以組成的 老實說 就不是完美的圓形 它其實差一點 它是單數的 所有這些我組成過不同的尺寸 都是單數的 最終的 就是外圍的PRACKCAD 就不是相對 但是呢 就出來的效果 挺吸引的 有時候也挺好用的 車輪也是一種 另外 我之前做了一個鼓 也是用這個方法做 做骨架 但是它依次用 我們是用來做骨架 做骨架之後 因為做完骨架 每一個圓形外面都有那些PRACKCAD 其實在上面 可以組成一條一條的畫 在上面 這個 首先 這個鼓的做法就是 將那幅畫 先做平面做了一幅畫 然後每一條 就像那些 那些 花生糖 將它一條一條 組成一條一條的紋 然後 一條一條的紋 一條一條的紋 基本上這個方法就是 用來做這個鼓 中間的Architecture 也是空心的 純粹是用三個 這些圓形的結構 作為那個 支撐點 然後外面就包一種的畫 在上面 你可以做到 這個之前我有一個作品 就是利用這個方法 做了一個 太古的參加比賽 那我 夠時間 沒有 沒有照片 沒有照片 對 我剛剛想沒有照片 所以看看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 那 Backtracks 其實Backtracks 是很便宜的 一般來說 如果可以大量買 可能只有兩三毛錢 一粒 兩三毛錢 所以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零件 因為便宜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 兩三毛錢 兩三毛錢 就是真的 有時候 可以從幾指都見過 但是 我就覺得 挺好用 建議你們可以考慮 你有沒有一萬塊給我 有 有 你可以付錢 我可以幫你 先付錢 謝謝Vincent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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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作品